人类的弱点和上帝的观念 上帝的观念 和有关创世纪的神话 已经被信徒们所保护和守卫 这些信徒们 需要这些观念 去辩护他们的存在 和他们对人类社会的贡献 所有的信众们 都宣称他们各别的圣经 是来自于天启 换句话说 他们所有的信仰 都是直接来自上帝 每一个信仰上帝的宗教 都宣称代表世界和平 和博爱等的崇高理想 尽管 这些宗教高举理想 但是世界历史却告诉我们 这些宗教 一直到今天 仍然在传播迷信 一些信徒 甚至反对科学 和知识的开展 引导人去争执 病态的感觉 谋杀和战争 在这一方面 信仰上帝的宗教 祈求各五人类 已经失败了 举例说 在某些国家里面 当人们讨告博爱的时候 他们的手中 沾染着无辜的动物们 所牺牲的恐怖鲜血 甚至 包括同类的人们 那些可怜 无助的生灵 被逃宰 去供奉于 由想象而来的 和不能感知的 上帝的祭祀台上面 人们经过了 很久的年代 才了解到 这些以宗教为名的 残酷行动 是徒劳无功的 时代已经到了 使他们能够了解 真正正业大道 是要经过慈悲 和了解的 另一种 有关上帝的宗教信仰 是没有上帝 就不能够得救 如此 一个人即使达到 道德的尖锋 过着正道的生活 甚至完成神圣 他仍然被宣告有罪 要进入永久的火炼地獄 只是因为他不信仰上帝的存在 反过来说 一个人 也许犯了好心的罪业 只要他事后已经悔改 他就能够以信奉上帝 而获得救 从佛教观点来看 这种教义是不合理的 虽然 上帝宗教 显然矛盾抵触 我们也都不必去刻意宣扬 没有上帝 因为信奉上帝的人 也都为人类做过巨大的服务 特别是有些地方 上帝的观念是需要的 信仰上帝 帮助人类控制他们的受性 以及有很多贡献 都是以上帝的名义做出来的 同时 人总是觉得 不信仰上帝 是不安全的 当他的心中有了信仰 他才发现到 有了保护和鼓舞 这种信仰的存在和效果 亦都是依存于人的了解能力 和心智成熟的程度 宗教的失败 主要的原因是 当人们只是看到他们的宗教 只是信仰上的开展 这是意味着 宗教本质上 只是显出他的职业性仪式化而已 一个宗教沦落至此 那么这个宗教的价值 不但就到此为止 而且还变成实质上的障碍 话说回来 这个责任不是宗教 而是我们 而是全教的人 对盲目信仰的人 都有责任 这种迷信 这种迷信 接着就会发生 党派性 以及其他党同佛异的特性 如此 宗教纵然有其崇高的理想 但是都无法维持人性的尊严了 宗教 应该是跟我们实际的生活有关 它是用来引导 和调整 我们在世间的行为 宗教 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和应该知道些什么 假使 我们不能够依靠 宗教的揭示的道理去做 或者求知 则宗教 就不能够为我们日常生活服务了 反过来说 假使一些宗教的信众们 继续去争执 或者宅被宗教的信仰 和羞耻 特别是精明 或者驳斥上帝的存在 假使他们因为 不同的宗教观点 而对其他宗教 进行亲和恨的传播 这样 他们就在彼此宗教圈中 造成无边的不协调 固然 我们有不同的宗教 但是我们的责任 是实践容忍 耐心 和了解 我们有责任 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 即使 我们不能够信应他 为了融合 和平生活 容忍 还是必须的 然而 对于那些 不准备接受 上帝观念的人 介绍上帝观念 是没有意义的 对某些人来说 这种信仰 对道向正直的生活 是不重要的 有很多人 没有这种信仰 也都过着一种正道的生活 反而 有很多信徒 阻碍着无辜的人们 的和平和幸福 佛教徒 能够与持有这种 信神的人们合作 假使 他们以这种观念 是为了人类的和平 幸福 和福祉 而不是滥用观念 去威胁人们 接受这种信仰 否则这些人的 忍避动机 就是只顾自己利益的人 2500多年以来 全世界的佛教徒 修持佛法 或者介绍佛法 都是很和平的 不必要去通过上帝 是创造者这个观念 他们将以同样的态度 而不困扰到 其他宗教信仲 继续去助益这种宗教 所以 为了适当去尊重其他宗教 我们注意到 企图用上帝观念 介绍给佛教 这个是不必要的 让佛教徒 保持他们的信仰 因为这样 是无损于其他的 让佛教基本的教义 保留下来 其他人 也都不应该以佛教 开明的态度 来向其他宗教挑战 佛教徒 有能力 在今后 过着和平的宗教生活 他们不需要依赖上帝 给他们最后的救赎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